来自中国杭州市的各社区干部 特别来到草存镇玉石社区参访 除了亲自制作台湾传统的民事文化 并体验玉石社区的特色 割载器以及捐印等等 主要到这边来学习交流 城市管理 社区基层治理 以及垃圾分类方面的 我们台湾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来交流 当然我们在南投也学到了不少 就是我们特别是基层社区 老年人方面的一些照顾也好 我们的志工服务也好 方方面没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玉石社区精心筹备一系列的体验行程 不仅要让参访人员亲自体验 并透过体验能够更深刻了解 借此也达到相互交流 互相学习的效果 做社区的交流 那我们社区举办了我们的传统美食的 蚝蚝蚝蚝蚝蚝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捐印 让他们体验说王板捐印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手造纸 我们的鱼塞共生 然后呢就是会带来参访我们的绿墙 为什么我们会有照这个绿墙怎么来的 还有我们的生态池 整个这个环境 让他们说知道是我们社区的运作 那最重要是我们的长辈 乐龄长辈也准备了很精致的舞蹈 来欢迎他们 现员李作中相当欢迎 杭州市16位参访人员的立林 也希望透过参访 能够让经验互相交流 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城市管理局 来我们草囤一室社区 来参访社区 联宇参访 之前我们草囤一室社区 也有去我们浙江杭州 再给他们参访 两岸的互动 互相的优点的共创 共同把这个经验的传承 希望作用这个社区 可以照顾更多的方式 把优质的环境创造 生活品质的提升 玉子社区进行安排 许多体验行程 不仅让参访人员 都能够体验 并了解台湾在地文化 也让本次的参访行程 更加精彩有趣 接着利用舜 朝政采访报道